卫生局人员将寿司装带带回击查 因为知名回转寿司葬寿司 惊传多人食物中毒 首先是新北新庄红卉店 3月31日有两人通报 4月7日又有四人出现不适 再新增四人在9日前往用餐 出现呕吐及腹泻 除此之外 9日在新店威秀玉龙店 也有两人用餐后出现腹痛以及腹泻 加上淡水站前店五人 三家分店已经累积17人 疑似食物中毒 新北两家分店已经暂停营业 卫生局扩大清查 9家分店里仅有两家合格 其他分店也出现多项卫生缺失 若借其人为改下完成 可依偎版写法除6万元以上两亿元下的法案 食肖署也决定在一周内 全面击查葬寿司全台55家分店 另外在士林西山里也发生集体腹泻事件 联邑阳明院区紧急设立特别门诊 因为截至11号晚上6点 已经有20人录取出现呕吐发烧腹泻 都是急性肠胃炎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里长质疑西山里有个自来水场 但居民喝不到只能喝地下水 恐怕是受地震影响 害大家把污染水源喝下肚 而北水处在4月9号到场检验 也发现有大肠杆菌偏高情形 目前北水处紧急设置4个取水点提供自取 也呼吁民众不论是饮水或是盛装器具 务必主费再使用 记者阳七号陈宇轩双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